彩华姐會去安迪的告別室 會 一定會 那天我本來是原本要錄風水有關係 然後我就跟製作人拜託 所以那天可以幫我挪一下嗎 因為我要送安迪哥最後一層 而且那天是他跟阿瑟三十週間 所以很重要 我去就是有一些要幫忙的 照顧的藝人朋友們啊什麼 那現在心情有恢復嗎 有 我已經 他以為已經腫對不對 有 哭了兩天 後來阿瑟跟我講說 其實安迪哥如果這樣 其實他也很痛苦 我們轉個面 就是說他沒有再病痛了 這樣我才是整個有點放下 那其實捨不得 因為以前都是安迪哥帶著我出道 出去表演 只要有節目 有錄影他都把我帶在身邊 然後就說一定要找王蔡好 所以他說這輩子 非常重要的一個打歌 像安迪哥 像安迪哥還有那個 他兒子女的都會唱 蓋錄他 在哪裏錄唱歌 唱一首歌 唱一首歌來回歷唱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做 沒有我其實我有跟阿瑪建議 本來是說要開個這個 音樂會啊 我說你不適合 我說不是的 你要不然你就自己再另外做一個 譬如說追思會 或什麼 如果當天做的話就不適合 那小孩正好他們有做的 他們自己想獻給爸爸的歌 我說你那天就可以當場就獻給你爸爸 我跟他們講過他們說OK 所以余大哥有跟總界聯絡嗎 有啊我第二天他哭完我就去了 哈哈哈哈 因為他在哭的時候我還在忙 你知道嗎 對啊 後來第二天我就去了 我都通通把他們安排好了 整個動動處理好了 該聯絡的該弄的 通通弄好了 然後他們整排了什麼 因為他本來是 安提士本來是要土葬 但是一般是 得的癌症是不能土葬 好不好 這是一個規定 所以後來可能他還要保護 暫時一定會 一定是必須要是火葬 所以我也幫他們找了這個塔位 也幫他們弄好了 所以為什麼癌症不能長得長 對啊 一般就是這樣子 這是基礎嗎 嗯 所以他說想要土葬 因為他之前是經過那個火燒 把他炸 你知道嗎 是這個緣故 那後來這個 我有跟我研究的 還是可能還是會用火葬 因為現在土葬太貴了 然後地要到哪裡去找啊 找那個地 而且要花很多錢 那你還不如找一個對不對 能幫舍的 不一定不用錢 也不一定 有一個塔位 他們自己 他們媽媽也在福田廟 那裡 那我會去幫他們爭取一個 所以他之後也會在福田廟 有可能 他說還要寡播一問一下 我會找幾個地方 對 魚大哥 看到演藝圈朋友這樣過多 會不會心情會 唉 我跟你講像我這個年紀 就會這樣子 你看 本來以前 以前這個電話部裡頭 非常多的這些 經常在聯絡 越山越少 像我們那個年代的 真的 所以一看到我們每個 你看尤其安迪 人家比我小十幾歲 對 然後這樣就走了 甚至 有時候很難過 對 有時候 也不要想太多 得過且過 真的 沒有 有時候本來想說 很多事情 一直想不開 後來 人家活到這把年紀 其實也不用想太多 就這樣子 健健康康就活 就好了 其實每個人應該是這樣子 是